窗戶外面就是 一邊看他 對 但是 他就走過去把窗戶拉起來 他一開始想說 是隔壁的人在看嗎 後來想 不對 我們是住十四樓 幹嘛 剛剛有人在抓大魚啊 好可怕 有人這樣啊 後面很正常吧 有一個工作 不是啦 這位才嫁到我 他嫁到我 他確實長得滿可怕的 以後碰到的狀況 你不要在這邊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你在這邊對不起對不起 他們就以為 你們知道我存在 然後 然後我就會有一堆人突然跟妳講 沒關係 沒事 老師 嚇到 真是嚇到 歡迎夏目光 很嚇 嚇 好可怕 這怎麼穿成這樣 夏你這套衣服 這個側面 我們可以從側面了解多一點 就是你轉個 這個 轉個身體 哎呦 哇塞 哇 目光你好 哥好 目光你有靈異體質 你的朋友都知道 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不知道 那知道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遇過蠻多反應的 有的是知道我在做大體化妝師 然後他就會 這樣的反應 可是 大體化妝師是一種職業 對啊 而且很棒做功德啊 神聖的 這樣想就沒有事 可是你所謂的靈異體質是怎樣靈異 就是有時候會看到有時候會聽到 做夢吧 做夢也比較常 遇到 會偷夢 那很困擾 對 夢夠好勝者 接下來這個張立東要訪問 那就是 你的男性朋友知道你們工作 知道你這個工作 他們會害怕跟你交朋友 不敢追求你 有一些會 那你是怎麼跟他聊起來 就是他可能會問我最近在做什麼 然後最近在幹嘛 做什麼 你做什麼工作 沒有我化妝 真的假的 可以幫我畫 不好 躺著畫 對 我就會講說 我是幫躺著畫的 你要畫的話我也不記得 所以他們都會覺得怪怪的 有一些會怕 有一些不會怕 像瑋哥就不會怕 因為瑋哥瞭解 對 我還盼望 交到這種女朋友多想 而且你單身 你單身嗎 我單身 單身 真的啊 多好 對 我有敢去殯儀館接你 真的 真的啊 很多男生聽到這種 不敢 不敢去殯儀館接他們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脫夢 對 你有遇過什麼樣的夢 我曾經有夢過 往生者就是穿著西裝 就我當天服務完的往生者 然後晚上的時候穿著西裝 站在那個棺木旁邊 就跟我鞠躬 對 然後我覺得 謝謝 他沒有講話 但是就穿著西裝 跟我講 很有禮貌 他沒有講 謝謝他 對 就感覺滿欣慰的 張立東現在是要跟他來一支舞蹈 好可怕 好 接下來 張立東最期待的 大家要來講鬼故事了啦 我們要就是他曾經遇過最恐怖的 對 是什麼事情 請妳面對的張立東講 請講 沒有 還是看一下鏡頭 對 猜看鏡頭 就有一次我到南部工作 跟我同事下南部工作 然後那天一進下去已經是晚上了 然後一上去樓上的時候 因為我不是走第一個 我是走比較後面的 然後一進去燈都還沒開 然後我就感覺到 嗯 滿熱鬧的 我今天應該會睡不好 殊不知晚上的時候就是大家都已經睡了 然後就剩我還沒睡 那時候時間大概在三點多左右 你幹嘛一直抓著 沒有沒有沒有 看看好不好 好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隱形眼鏡踩下來 我有近視 然後還有開那個廁所的燈 嗯 然後那時候我就已經半夢慢醒之間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女生的頭 在冷氣旁邊 對 但為什麼我很確定不是做夢 是因為我還聽到聲音 我當時看到就是那個頭 就是很快一下在這邊 一下在這邊 就是跳來跳去的 就只有頭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想起來 我掙扎想要起來 但是起不來 然後我還聽到那種聲音就是 嘻嘻嘻 這種聲音 對 我聽到這種聲音 然後我就更加確定 我不是做噩夢 對 然後我就掙扎了很久 我就要起來就是起不來 然後掙扎到大概五點多的時候 然後我才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行這樣 我明天還要上班 我要趕快就是趕快睡 起來的時候這件事情 我都沒有跟我同事講 因為我怕他們會害怕 對 然後有的人沒遇到 他們可能有的人不相信 然後結果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中間休息時間 我就聽到我另外一個同事說 他昨天做噩夢 而且做噩夢前 他就是在樓上在講電話的時候 然後看到窗戶外面 就是 對 但是 他就走過去把窗戶拉起來 他一開始想說 是隔壁的人在看嗎 後來想 不對 我們是住十四樓 你幹嘛 剛有人在抓在那裡啊 好可怕 有人家後面很正常吧 不是啊 不是 這對他架到我 他架到我 他確實長得蠻可怕的 對 就我們是住十四樓 所以不可能會有人 而且他還跟我說是這樣子看他 就是隔著窗戶 從外面往裡面看 他就走過去把窗簾拉起來 然後我才跟他們講說 其實我 我昨天也有遇到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件事情問老師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那些鬼是想跟我親近 可能覺得磁場比較合 他們不是想害我 但是他們其實是想 就是讓我朋友做噩夢 因為他去侵犯到他 他去把窗簾拉起來 所以他們不開心讓他做噩夢 但是其實想跟我玩 所以會有那種嘻嘻嘻那種笑聲 那時候你穿的衣服是什麼 那時候穿的衣服 應該不是這一套吧 不是 沒有 可是他是女生 對啊 你是不是想問 不是 因為他也知道說 他也知道他 他感覺得到他們 對 他可能感覺得到 就是磁場好像有對到 他覺得你感應得到 對 感覺得到他們 所以他們就好像在跟我玩這樣子 所以張鈺東你感覺得到 我跟納豆 然後那時候我們外景 然後我們要去一個餐廳 然後在山上 然後導航嘛 然後那時候是我開車 然後 終於導航 導到一個四周都是那個 墳墓 然後我開始 大白天 我就一直說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然後時數大概是5 然後納豆說 你到底在 對不起 不好意思什麼 就換他開 噢 他就直接開到上面 就是怕跟不怕差很多 所以你是怕的那個 其實你以後碰到的狀況 你不要在那邊對不起 因為你在那邊對不起 他們就以為 你們知道我存在 對 然後 然後我就會有一堆人出現跟妳講 沒關係 沒事 他老師 嚇到 真的嚇到 那一定要 對不起 他我講 咦 麗東啊 也是老朋友那種啦 就是你要裝就是一切的嗎 對 當然沒事 很自然 講到尊敬 講到這個我還夢過地基礎 不是做夢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講靈魂出竅好了 就是會聽到一點電磁波的聲音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 拉到客廳那邊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家裡是前陽台 然後地基組就是穿著粉紅色的衣服 一個老奶奶 然後他還脫背 用台語跟我講 他說 然後一直跟我比外面 然後我就走出去看 然後打開看 就沒有人 也沒有東西 然後後來我要轉過來 就要問他的時候 我身體又被瞬間抽回房間 然後抽回房間的時候 我就掙扎了一下 才起來 才有辦法起來 然後後來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上香問地藏的菩薩說 剛剛那是不是地基組 然後後來就醒規 然後這件事情我也有問老師 老師就說地基組把那個 我服務的往生子擋在外面 因為他有事情想求我幫忙 對 但是他進不來 所以就一直跟我講說 外面有人在找你 你跟我說我沒聽你 你又說我拔走 喔 了解 好 請坐 好 謝謝 好 是吧 好 是吧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徐乃琳 我是台灣上市歐巴桑 鄭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翔吉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你現在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祝你生日快乐